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平与否或者是平衡与否一直到你们的钱方面有没有好好处理呢 所以我们要争取这颗水星进来把这个话题放大的机运 好好聊一聊我们彼此之间的理财要怎么处理才会公平 因为说真的金星也在天平天蝎一直徘徊到年底 所以这个话题我们是逃避不了的 两个人如果没有把钱谈清楚说真的也很难相处下去 而且水星在天蝎也会引起社会上一阵讨论跟性有关话题的风潮 所以跟性别有关的议题 比如说同性的婚姻或者是LBGA的种种一个现象 这一类的话题可能我们都会感受很深刻 有一些这方面的事件或代表人物的出现使我们好好探讨这个话题 那还有跟有钱人他们是怎么用钱的他们是怎么理财的 这方面的学习也是讯息百出我们可以好好的观摩一下 如果你想变有钱你就要学会理财哦 那么金星呢则是逆行当中而且金星逆行在天蝎 所以理财方面有状况的人你不免就会觉得困难了 比如说某一些金额收不回来 或者是过去有一些欠账你被找到了得要还出去 所以大家或多或少都感觉到银根的紧缩 这当然也会告诉我们在理财方面 我们未来一定要有更进步的空间 就是我们要为钱而多做一些准备 这一点的认知是要有的 此外呢水星跟火星有一个90度的入向 由于这个水星火星都在一些比较容易引发冲突的星座 所以它会让我们很容易因为利益的关系 而跟别人吵成一片 或者是类似有一些奥可以来贪小便宜 有一些商家可能会因为你的行销策略而深受困扰 大家还记得之前五月中到八月中的事件吗 这个值得我们多多小心 商业策略也要符合人性才行 我们来看对个别星座的影响吧 那是天秤座的朋友在工作上你可能会有长官和老板的问题 跟这些长辈们的相处你不要有叛逆性 他们规定的很严所以你就想叛逆 这点不见得是正确的 你一定有你的方法很柔软的抗拒而不是叛逆 另一个是天蝎座了 天蝎星座的朋友 最近来的工作都又急又赶 每一样都要你提高效率来应对 所以这段时间不能偷懒也不能够拖延症 另一个是摩羯座了 摩羯星座的朋友 你可能会遇到比较积极的类型 而且他很喜欢指挥 有时候我觉得把指挥权让给他也没什么不好 因为他就要去承担一些责任了 你其实反而比较轻松哦 我们来看一下爱情方面 那是摩羯巨蟹处女跟水瓶了 摩羯星座的朋友 在感情方面 你们已经有点老夫老妻的症状出现了 是不是相处的太放松呢 其实有好有坏 好的一点是很愉快很没有包袱 可是往坏的方向想 真的太老夫老妻了 是不是是时候要制造一点情趣呢 另一个是巨蟹 巨蟹星座的朋友 在感情上你非常的受欢迎 所以在婚恋市场上呢 你应该可以积极一点哦 这段时间告白啊 都非常的有推进作用 另外一个呢是处女座了 处女星座的朋友 在感情上你将会因为你的幽默感 或者是某一种黑色幽默 即便你觉得自己嘴巴不是那么的利索 可是没有关系 别人就是欣赏你表达的方式 那个别扭的方式也挺迷人的 保有自我就行 另外一个呢是水瓶座了 水瓶星座的朋友 在感情方面呢 你有点讲话太直接了 这个讲话太直接是一个扣分的行动 我会希望你在表达方面 多三思而后行 我们来看一下金钱方面咯 那是射手跟双鱼了 射手星座的朋友 其实最近在理财方面呢 我觉得你应该要更深的去介入 或者是一定要了解它的运作模式 不能够太大意 那只要你拿出方法 我相信那个整个财务结构 就会往好的方向前进了 总而言之 你要让别人知道你是在乎的 另一个呢则是双鱼座了 双鱼星座的朋友 最近在事业和工作上的进账 终于进来了 或者是如果你想引进所谓的金主 最近金主也会出现哦 虽然不是马上给你钱 但是我觉得已经看到曙光了 以健康方面来说呢 金牛跟双子要多加小心 金牛星座的朋友 可能会有这种情绪焦虑 以至于暴肥或暴食的一个状况 当然后遗症就会挺多的 所以要注意一下一切来源于情绪的焦虑 怎么样安抚自己情绪蛮重要的哦 使用金油泡澡等等 或助眠的一些方法都可以帮助你 另外一个呢是双子座了 双子星座的朋友在健康方面呢 你可能有点方法比较混乱 比如说你既养生 可是又有点在破坏自己的健康 比如说睡前要跟别人喝酒小酌等等 这些过度相反的双管齐下的养生方式 反而会导致生理时钟的混乱 请注意一下 谢谢大家 請来 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